对于国际媒体发展区的计划 日前特地在领口区公所召开了说明会 然而在会中也针对了交通等议题进行讨论 地方表示乐观其成之外 同时也希望这项计划能够早日的完成 新北市领口特定区机关用地 在立委吴玉生与市议员蔡淑君的努力之下 向行政院秘书长李四川积极协调 提出国有土地清理活化运用 将部分用地提供新北市政府新建行政园区 其他用地由于临近机场捷运领口A9站 考量地理条件极佳 同时配合新北市政府影视成国际媒体发展区计划 因此内政部重新规划配置 将该用地变更为影视产业专区 日前特别在领口区公所召开说明会 去年透过委员还有蜀军委员 那跟朱市长的协调 那市府愿意提一个招商的计划 那委员就要求行政院秘书长李四川 在去年就召开了一个跨部会的协调会 那当初会议的结论就是 要求这块土地机关用地全全交由市府来开发 那其他各机关就异地再去找其他的地方来兴建 那所以这块机关用地就交给市府来做媒体园区的开发 希望做影视音的产业纳禁在这边 那这部分呢配合整个刚才有提到 就是领口公益的部分跟他们有个旗舰区 等于这个一个影视音的铁三角 那这部分的话就比照 就是说类似韩剧的构想 那把它的产业跟文化来结合 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说明会终于地方共同探讨影视产业专区开发空间规划和运用 并针对交通及转运站的问题进行讨论 地方对于这项计划乐观其成 也期望能够早日完成 那今天最主要是说 在我们要推动这个案子的话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 你会有没有吻合厂商或民众的需求 或整个公共利益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征求整个的大各界的意见 那后续的话会提到都市计划 我们会来做一个通盘性整体性客观性的探讨 那这样的话未来去推动的话 会比较吻合地区跟整个产业界的需求 这一次也有纳入公车转运站的新建 那另外也要求市府要把停车空间也纳入考虑 因为A9周遭停车空间可能未来 可能无法附和乡亲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招三案 也一并会纳入停车空间的考虑 土地的这个变更也是配合我们整个 领口打造成新北营市城重要的一环 那议员在这边也非常的乐观其成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案子紧速来推动 把领口打造成 就是说影音产业可以聚集的地方 然后来带动我们整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说明会上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将纳入第四次通盘检讨中考量 并进速办理都市计划变更相关事宜 影视成国际媒体发展区计划 预期可带动地方整体发展 创造资产最大效益 永迦勒记者领口采访报道